三人不合,后面传说三人演唱会中罢工,如今整个网络全部被王源整容的传闻刷屏,抛开他的演技和唱功不说,就算他整容了又怎么呢? 大家能原谅彭于燕整容,为何就原谅不了一个刚成年的小鲜肉呢? 其实在娱乐圈整容真的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,包括彭于燕,胡歌,周润发等等都整过容,但因为他们的演技和地位比王源高,就开始喷王源,也有网友说,胡歌整容是因为车祸才整容的,彭于燕整容是因为演技好角色需要,周荣发整容是因为老了,怕粉丝看到周恩伤心, 其实,你想太多了,不为钱整容的明星就不是一个好明星。 其实这次王源整容事件能引起这么大反应的主要原因是,本来靠脸吃饭的小鲜肉,既然是整容的,本来这两年来这个小鲜肉被很多人骂,现在他出事了,吃瓜群众不分清红皂白就开始幸灾乐祸, 这其实是很多网友对小鲜肉长期不满,借这个时间发泄的一个突破口而已,王源他真的没有做错什么。 两年前,周润发公开说,他自己在很早以前就整过容,还自己拉开眼皮让观众看,结果大家一致好评,这是一个诚实的人,这是一个敢做敢说的人, 其实这点提示对于周润发来说,就是随口说说,依他的地位和身下,才不在乎你怎么评价他呢,他只是在做自己而已,而王源整容就开始被骂,感觉靠脸的时代结束了。 请问如今的老一辈演员,除个别,大多数明星都是靠脸红到今天的,比如刘德华,胡歌,吴彦祖等等,也别说如今的小鲜肉没有演技和歌技,其实他们真正没有的,是你给他们成长的时间。 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做错什么,错就错在他不是普通人,做什么事情都要被经纪人和经纪公司,投资人,导演等等牵着走,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,喜欢他的多看,他会给你带来快乐,不喜欢他的就别看,别让他影响了你的心情。 就算TFBOY被你们骂的倒下了,其实还有第二个,第三个组合起来,再说了,没有人骂,他们就不可能这么红,之所以